明年的高中入学制度 基北区首度是推出了七级总积分方案 不过教育部在此时决定不再提供良耻 这也引发了家长们的不满发起抗议 并且批评12年国教的制度年年都在改 让学生就像是白老鼠 再度来到教育部前抗议 家长团体不满12年国教的入学制度 又让学生处于焦虑中 像是今年高中职入学 就有学生因为志愿序要扣分的规定 连两年都落榜 难过到不知所措 他30个志愿全部填的满满满 但是他还是落榜了 因为被志愿序扣分扣到没有分数 今年他吓到了 第一个志愿都是公立的学校 可是放榜出来是落榜 面对明年的入学制度 基北区首度推出七级总积分方案 打算和现行的方案来做比较 并广征各界意见再来做选择 但都还没定案 教育部就已经决定不再提供良耻 这也引发基北区部分家长强烈反弹 为什么在明年大家已经有共识 愿意废掉等地 怎么还会自己把量子退后 都要去用等地标示 所衍生出来的七级呢 面对家长质疑 志愿序扣分是造成很多人落榜的元凶 新北市教育局则认为 这并非绝对应该要试个案的状况 在基北区呢 百分之三十三的学生 是在第一志愿的时候 就可以获得到 这个他的一个志愿的一个分发 今年这个分发的情况 我们觉得以五个资源 一个群组的部分 是可以满足目前的一个招生 以及分发的一个需求 另外家长团体极力要求恢复良耻 新北市教育局表示 还需要跟教育部做争取 而明年的免试入学制度 究竟要不要改 会不会创下连三年变动的记录 最快七月底就会定案 记者蔡惠玲 蒋农翔台北报道